第915章杀出重围 龙晨你这个白痴 姬师兄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 今天你必死无疑 正到强者中 有人嘲笑道 实际上姬长空为了这个陷阱 布置了整整一月有余 布下强大的阵法 把所有人都圈在蛟龙山内 这个阵法 来自于万古路 是姬长空机缘巧合得到的 为了能够彻底困住龙晨和其他人 他耗费了无数的珍贵材料 才完成这个大阵 就连血忧都不知道 因为姬长空本打算 将血忧也一起击杀的 他自负战力绝对不会输给血忧 但是想要击败血忧 他还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这个大阵 不光是针对龙晨 更是针对血忧的 姬长空的野心很大 他准备把血忧也吞掉 因为他对这个大阵有绝对的把握 这个大阵 就算是两个他全力攻击 也绝对不会崩碎 可以说如果姬长空不撤去大阵 谁也别想出去 本来大阵是姬长空身边 少数人知道的 如今看到这个阵法 重政道强者 都知道姬长空是有备而来 对姬长空更加有信心了 龙晨你这个卑鄙无始之徒 有何颜面活在世上 如果我是你 再就自枪了 坑害同门 通敌叛道 你就是正道的败类 该当千刀万剐 错骨扬灰 一时间那些正道的强者们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 纷纷对龙晨破口大骂 各种乌言晦语 层出不穷 过燃气得浑身发抖 手中巨大的黄金战母 已经对准了正道的强者 他现在对于正道强者的恨 比邪道还要强烈 因为那些人之中 有很多是当初被其他掌门 托付玄天道宗 让玄天道宗的弟子照顾他们 当初对龙晨等人毕恭毕敬 如今立刻变脸 什么难听骂什么 过燃的肺都要气炸了 身体都有些哆嗦 不用那么气恼 没见赵无极和岳千山身边 只有几十个熟面孔吗 说明很大一部分人 还是能够明辨是非的 虽然他们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但是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 也算是表明了立场 更何况 我们这边不是也有兄弟之缘吗 人当之族龙晨淡淡地道 龙晨倒是没想到 这个姬长空城府如此之深 居然布置出料如此巨大的阵法 恐怕这个阵法 不比玄天道宗的护山大阵差多少 虽然没有试过他的强度 但是姬长空不是傻子 如果没有把握困住他 不会花费如此大的心血 布置出一个如此巨大的阵法 而且龙晨看住虚空之上 如同穷儒一般 笼罩着方圆数万里的大阵 上面符文波动 给龙晨极为庞大的压力 龙晨 我们要怎么办 全力一战吗 躺晚而到 龙晨摇摇头道 我们没时间跟他们纠缠 必须马上离开 怎么 众人一惊 这里只有正邪两道的家伙 但是古族的家伙 一个都没见 这很不正常 因为以我跟宇昌昊的交情 他一定会凑热闹的 我来之前 一路上观察过 地图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姬长空将萧飞等人引来 求而不杀 一方面是为了引原住民救援 当我们到来后 姬长空必然会把我们到来的消息 一起放出去 当确认了我们和萧飞等人 都陷入了危机 原住民的强者们 必然倾巢而出 到时候 与昌昊带领所有骨 族强者 击杀来源的原住民 分工明确 条理清晰 各个环节都算得一丝不差 不得不说 这个姬长空脑子里 还是有点祸的龙尘道 众人不禁脸色大变 尤其是萧飞 石仓等人 当听到族人陷入危机 一个个汗都下来了 脸上全是恐惧之色 虽然原住民数量多 可是如今看到姬长空 血忧 卡乌图等人的战力 原住民就算没有受到诅咒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如今的入侵者 是有史以来 最为强悍的一批 这姬长空的毒计太狠了 这是要一击灭杀 所有原住民啊 可是萧飞等人 只能空住即 用不上一点力气 不由得心中大恨 但是剑龙尘眼睛来虚空之中 扫来扫去 庞扶正在算计什么 众人不敢打搅 龙尘 还不出来受死 更待何时 姬长空全身符文发光 气势冲天 凝立在虚空中 高声冷喝 龙尘点点头道 李奇 明远 一会儿你们 问 交代完 陡然间龙尘冲上虚空 手中一把血色长刀 抗在肩膀上 冷喝道 姬长空 血忧 卡吐鲁 前来送死 龙尘这一喝 身震九霄 同时龙尘的身上气势爆发 一股无敌于天下的意志 辐射九天十地 令天地轰鸣暴响 风云变色 朝死 姬长空 血忧 卡吾图三人大怒 龙尘竟然一个人挑战 他们三个爵士强者 这是赤 裸 裸的一种蔑士 姬长空双手结印 一道长达千丈的巨大长矛出现 那长矛全部由符纹组成 长矛刚一出现 恐怖的威压 令虚空不停地抖动 血忧此时竖眼睁开 一道光芒照射在手中的墨剑之上 一道剑影冲天而起 崩碎了四方云朵 卡吾图双目如同要喷出火来 龙尘故意念错他的名字 大吼一声 双手结印 忽然一团黑气浮现 居然化作一道恶魔鬼脸 凝笑着对住龙尘冲来 那个恶魔鬼脸的笑声 在虚空中激荡 无数人脸色大变 急忙运转临缘抵挡 可是依旧有不少人动作慢了 蹊跷流血缓缓倒地 面对三个爵士强者的攻击 龙尘脚步微分 身体微微向前倾 双手握着血影 嗡 陡然间血影身上 无数的符纹亮起 将龙尘包裹 同时一道刀影冲天而起 轰轰轰 让所有人惊骇的是 龙尘运转力量 竟然并没有攻击 三道攻击狠狠撞在龙尘的身上 争 一声极为怪异的声响 让所有人惊骇的是 被血色符纹包裹的龙尘 竟然没有丝毫受伤 当血色符纹散去 人们惊骇地发现 龙尘手中的血影长刀 开始轰鸣作响 令天地颤抖 瑞霞璀 如血色莲花绽放 糟了 快阻止他 鸡肠空忽然一声惊叫 晚了 龙尘冷笑一声 手中的血影 以特异的手法 吸收了三个家伙的力量 同时体内灵源 狂涌如血影之中 开天第二时 轰 龙尘一刀斩出 一刀月牙一般的刀影 带着无尽的威压 冲天而起 狠狠斩在天空上的 阵法结界上 发出一声爆响 整个世界猛的一晃 无数人鲜血狂喷 他们感觉就像是 困在大钟内的蝼蚁 有人狠狠地敲了一下钟 震得他们魂都要飞了 哈哈 龙尘你死定了 就算结合了四人之力 依旧 什么 鸡肠空剑大阵并没有崩碎 不经大喜 可是忽然一声 怪异的响声 让他大惊失色 咔咔咔 虚空之上 透明的阵法防御罩 就好像一个巨型的冰块 出现了无所的裂纹 瞬间布满了整个结界 不 轰 在鸡肠空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整个结界忽然崩碎 鸡肠空也差点跟结界一样崩溃 要知道 这个阵法 是双重阵法 集合攻击防御两种强大的手段 也是鸡肠空打算击杀血忧 和卡乌图野心的最大一仗 可是这个辛辛苦苦布置了一个多月 耗费了无数心血和资源的阵法 还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 就被一击崩碎 鸡肠空的心也一下子碎了 大地囚牢 就在这时 宋明远和李奇双手在大地上一拍 大地之上一个巨大的土牢出现 将他们和原住民 全部包裹起来 就像一个巨大的笼子一般 嗡 陡然间一个巨大身影飞来 赫然是赤木圣血黄 赤木圣血黄的双爪牢牢抓住大地囚牢 双椅一震 就那么带着众人飞上了云霄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从结界崩碎 到孟奇等人 跳上赤木圣血黄 再到宋明远等人 坐捡自负 被带走 一切都如行云流水一般 等众人反应过来 赤木圣血黄 已经飞出了数千丈 一切都在龙尘预料之中 并没有出什么意外 就在赤木圣血黄 从龙尘身边飞过的时候 龙尘伸手一拉他的羽翼 也上了赤木圣血黄的背上 拦住他们 鸡肠空 牙子欲裂 怒吼震天 身后羽翼一震 对住龙尘冲来 同时血忧和卡乌图也冲了过来 意图阻止龙尘逃走 可是他们低估了赤木圣血黄的速度 此时所有人都上来之后 赤木圣血黄 周身羽翼 光芒涌动 无数符文亮起 陡然间空间一震 抱起一道涟漪 赤木圣血黄 已经如同一道流星 向前及时而去 混蛋 我们追 血忧 鸡肠空和卡乌图大怒 这种情况下 依旧让龙尘给逃了 让他们憋了一度的火 三人全力脊椎 而后面三人的手下 也如同长河一般跟住 大家没时间休息 赶紧调整状态 接下来战斗 才是真正的开始龙尘高声教导 赤木圣血黄 速度奇快 瞬息万里 不一会的功夫 就看到了前方出现了一片荒漠 荒漠之中 无数的强者在激战 赫然是几十万的原住民 正在与古族强者全力激战 尸横遍野 血染黄沙 我要杀了你们这群王八蛋 萧妃 石仓等人不经牙子欲裂 看住族人一个又一个 倒在血泊之中 他们牙齿都咬碎了 宇昌昊 给我死来龙尘 看住这个惨烈的画面 热血上涌 大喝一声 直奔战场冲去 第916章全力击杀 一望无际的荒漠 已被鲜血染红 几十万的原住民强者 疯狂地冲杀 但是却被三万多古族强者 拦住了去路 原住民身上 有淡淡的光照涌现 那是天地排斥的景象 也就是说 他们正在被天岛之地削弱 数百位铸台镜强者 带领着几十万的原住民 依旧受到了古族强者的抵挡 而且每时每刻 都有原住民强者在陨落 古族太强了 光四品天行者就有14位之多 他们身具骨血 如今跨入屁海境 更是战力滔天 原住民之中的铸台镜强者 数人合击一人 依旧落入下风 随时都有被击杀的危险 而虚空之中 还有四个强者凌空而立 淡淡地看住下方 他们四个人代表了 古族的最强战力 与血忧与卡乌图不同 他们三人自认为 与与昌浩平起平坐 都拉拢了各自的势力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争执 与昌浩和另外三个 屁海镜古族强者 被公认为 血脉最为纯正的古族强者 但是想要分出 到底谁是第一人 他们会回到古族后 进行一次公开对决 争夺第一的名号 而不会在这里自相残杀 因为在外界争斗 即使争夺了第一的名号 也得不到所有古族的认可 甚至会引起高层不满 所以四人虽然各自不服 但是表面上依旧相安无事 四人冷冷地看住下方的战争 似乎这样的战斗 不值得他们出手 有其他四品天行者带头 足以应付那些被诅咒的原住民强者 即使他们是铸台镜强者 在诅咒之下 被削弱了太多 他们的手下足以应付 古族的强者之间 有着极为强烈的血脉感应 对于别人的血脉威亚 特别敏感 所以即使同为四品天行者 他们依旧要臣服于四人 不敢生出争雄之心 宇昌昊 给我死来 陡然间一声怒吼 震动天穹 令天地轰鸣 乾坤变色 声音如天神咆哮 里面更蕴含着无尽的杀意 龙臣一声断鹤 人已经对驻宇昌昊四人杀来 下面的战斗 根本不能称之为战斗 而是应该被称为屠杀 看住遍地的尸体 和被鲜血染红的沙土 龙臣双目赤红 长发根根倒数 无尽的杀意在体内生疼 龙臣 你没有死在血忧和鸡肠空手里 哈哈 太好了 眼见龙臣冲来 与昌昊大喜 背后羽翼一动 迎着龙臣冲来 一拳砸出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血脉之力 与昌昊一拳击出 无尽的符文将拳头包裹 如同一把战锤击出 瑞霞滔滔 神音隆隆 刚风激荡之下 大地都要崩碎了 剑是尼马蛋 龙臣怒吼 面对与昌昊的一拳 不挡不避 任由那一拳 砸在胸口上 而龙臣也是一拳击出 正中与昌昊的鼻梁鼓 这是一招极为无赖的打法 并非任何招数 非常的流氓 可是偏偏十分有效 几乎无解 跟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原理一样 砰 咔嚓 两人各自中了对方一拳 龙臣感觉胸口剧痛 骨头碎裂 与昌昊这一击极为恐怖 即使以龙臣的肉身 依旧吃不消 而与昌昊也好不到哪里去 整个面孔都被龙臣一拳砸凹进去了 几乎已看不清原来的面目 两人同时倒飞出去 给我杀 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龙臣对住 郭然等人大吼 不等龙臣呼喊 郭然早就已经动手了 手中忽然多出了一个 直径十丈左右的圆球 居高临下 一丢 爆 一声爆响 圆球炸开 无数黑色的钢锥 击舍而出 扑扑扑扑 啊 不好 有毒 那圆球之中带着龙臣收集的尾刺 上面附住剧毒 沾身极烂 几乎无解 需要立刻斩去被腐蚀的血肉才行 可是如果是胳膊大腿受伤 还可以斩去 可是腹部受伤 心口受伤 脖子受伤 根本没法砍 结果无尽的尾刺飞出 古族强者们惨叫不止 有些人瞬间被腐蚀成了一具枯骨 十分恐怖 实际上 那些锥刺威力并不大 可是一旦刺破皮肤 即使是三品天行者 都有致命的威胁 二品天行者 如果不及时斩去受伤的部分 就必死无疑 天道之力 对这种腐蚀性的毒素 没什么太大效果 根本来不及救治 这个炸弹爆开 一瞬间波及了方圆几百里 数千古族强者被波及 整整有三千多古族强者 被一瞬间击杀 成了一堆枯骨 如此恐怖的攻击 让古族强者们一阵大乱 一部分强者放弃了原住民 直奔果然这边杀来 九优是魂波 梦青凝丽虚空之上 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浮现一抹绝绝 双手结印 一道波纹 以梦青为中心 快速散开 不好 那是灵魂攻击 大家开启魂气守护 古族有强者尖叫 扑通扑通 随着弓波散开 即使古族强者开启了魂气 依旧无法抵挡 纷纷倒地而亡 因为梦青这一击乃是权力一击 没有任何的保留 因为这个时候 每个呼吸的时间 都有原住民强者陨落 他不敢再有妇人之人 快杀了他 一个古族强者怒吼一声 直奔梦青冲来 那是一个强悍的四品天行者 不过刚刚冲过来 就被古阳拦住了去路 就在梦青出手的时候 唐婉儿已经带着众人 飞奔到了原住民的阵营前方 漫天锋刃飞舞 全力击杀古族强者 有了唐婉儿 宋明远和李七等人的支援 原住民们顿时感觉压力大减 古阳 月子峰二人守护在梦青身边 可是依旧有古族强者冲倒 梦青不得不终止继续施展魂术 站在赤木圣血皇辈上 召唤出阵魂塔与之对敌 梦青的杀伤力太大了 即使古族强者及时出击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有数千强者 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让他们心头震撼 郭燃和梦青两人的一击 一下子让七八千的古族强者覆面 这种恐怖的杀伤力 实在太害人了 郭燃被一个古族四品天行者盯住 不过郭燃此时已经召唤出了黄金战甲 郑宇之激战 而梦青的杀伤力太过恐怖 被两个古族的四品天行者盯住了 因为三头恐怖的地形龙 在古族人群之中来回肆虐 三头的形龙分别是梦奇 郭燃和唐婉儿的宠物 当初四个龙蛋 有一个送给了月小倩 如今三个家伙都聚齐了 在古族强者中疯狂肆虐 梦奇的地形龙因为受到了特别的滋养 已经进入了八阶 而唐婉儿和郭燃毕竟不是御寿师 虽然也是全力培养 不过只是七阶巅峰而已 不过两头小地形龙 在梦奇的大地形龙的带领下 一道又一道吐息 在古族人群之中来回肆虐 每一道吐息 都带走不知道多少条古族强者的生命 有强者上前攻击的形龙 可是的形龙的皮实在太厚了 三品天行者的全力攻击 顶多崩碎点皮 出点血而已 不过是皮外伤 对于的形龙那庞大的身形 根本不算什么 要知道 当初龙臣斩杀那头八阶魔兽的形龙的时候 即使是下毒 都差点被吃掉 如今古族的强者 终于知道的形龙是多么的可怕了 原住民的勇士们 全部后退 扩大战圈 不要被波及龙臣高声叫道 同时长发飞舞 手中的血色长刀已经缓缓举起 此时宇昌浩刚刚恢复伤势 虽然伤势恢复了 可是鼻子依旧酸痛 眼泪都止不住的要向外流 一起上 杀了这个混蛋 一个鼓族四品天行强者 也看出了不对 孟奇等人实在太过恐怖 没有时间磨蹭了 必须赶快击杀敌人 而最需要解决的 就是眼前的龙臣 因为龙臣此时爆发出的实力 让他们十分的不安 杀 那三个鼓族四品天行强者 同时出手 手持兵器 浑身气势爆发 周身符文波动如海 气势惊天 滚开 龙臣怒吼 全身力量爆发 一刀斩出 斩在三人的兵器之上 发出一声爆响 那三个鼓族四品天行强者 但觉手腕巨痛 一股蛮横无比的力量传来 纷纷倒飞出去 那三个鼓族四品天行强者 不经心中大害 龙臣的力量简直太吓人了 因为他们知道 刚才的遗迹 纯粹是肉身的力量而已 呼呼呼 忽然虚空震颤 疏到极为强横的气息奔来 赫然是一直在追赶龙臣的血忧 卡乌图和鸡肠空道了 三人一到 刚好见到龙臣一刀将三人震飞的情景 无不心中骇然 龙臣比他们想象中更加的恐怖 大家一起上 杀了龙臣 有什么事 宰了他以后再说 血忧直接开口道 显然要让大家放弃彼此之间的恩怨 先击杀共同的强敌 我血忧所属 全部支援谷族 击杀敌人血忧高声教导 因为此时其他人也刚刚奔倒 见血忧高声命令了 卡乌图也有样学样 让手下帮助谷族 就剩下正道强者们 都傻傻地看住鸡肠空 我们正道心存正义 对于叛徒 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 全部出手 诛杀叛徒鸡肠空也冷喝道 随着鸡肠空的冷喝 正道强者们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拔出了兵器 向前杀去 他们此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终于吃饱了 该干活了 阿满拍了拍肚皮 扛着骨棒 冲向一个古族的四品天行者 抬手就是一棒子 第917章一击秒杀 阿满拎着骨棒 冲向前方 直奔一个古族的四品天行者奔去 抬手就是一棒子 那古族强者 直到阿满发出攻击 才注意到阿满的存在 因为平时都是靠气息的感应 而阿满身上 没有半点气息 眼见阿满一棒子砸来 那个古族强者冷哼一声 一圈对住阿满的骨棒砸去 噗 血光飞溅 夹杂住骨头碎裂 和古族强者痛哼声 那古族强者半边身子被砸碎 他太低估了阿满的力量 四 阿满陡然爆发一声怒吼 在那古族强者惊骇的目光中 身形暴涨 石杖之躯如同巨人一般 手中的骨棒如巨柱 狠狠地对那古族强者砸去 这种招数是果然交给阿满的 让他扮猪吃老虎 当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吃了大亏 再爆发权力 结果这一招奏效 那古族的四品天行者的大意之下 受了重伤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阿满更为恐怖的一棒子砸了过来 砰 一声暴响 那古族强者就那么在所有人的眼中 被一棒子砸爆了 化作漫天的血雾 一个强大的四品天行者 几乎要站在同街之巅的强者 就这么被一击两杀 周围的所有强者不经大海 这是目前战场上 第一个四品天行者被击杀 阿满这一击震害了所有人 多来几个强者 干掉这个傻大哥 先不要杀原住民了 随着一声呼吓 顿时有八的四品天行者 对着阿满冲来 其中有六个是古族强者 两个是邪道的强者 轰 古族强者 刚刚冲到 就挨了阿满一棒子 结果被一棒子砸飞 大口咳血 不过多亏他的兵器和本人都足够强悍 否则就被一棒子砸死了 召唤出满血同身的阿满 力量无比恐怖 都不要保留了 这个是个硬查子 一个邪道四品天行者大好 手中一把战锤之上 光芒涌动 激活了宝气之威 不惜耗损巨大大灵源 来提升战力 其他人也不敢丝毫大意 全力攻击 以八敌一 依旧现象还生 这时原住民在唐婉儿等人的保护下 急速后退 把战圈拉大 有不少强者 都放弃了这些原住民 直奔阿满杀来 但是阿满太空恐怖了 三品天行者根本无法靠近 最后又加入了一个四品天行者 九个人围攻阿满 才勉强自爆 阿满一出现 一下子扭转了局势 一个人吸引了九个四品天行者 手中鼓棒飞舞 力战群雄 其他人继续后退 李奇 宋明源你们两个负责守护大家 我来帮孟奇姐姐唐婉儿交代一声 直奔战场中心飞去 此时战场被拉伸 原住民退向远处 只有一部分古族强者杀来 大部分强者都回防了 围攻孟奇 谷阳 岳子峰等人 此时围攻孟奇的三个家伙 异常强大 孟奇仗助赤木圣血黄的速度 与之周旋 实际上并无还手之力 要知道魂修可不擅长近身战斗的 而且一次面对三个四品天行者的配合 孟奇需要小心翼翼 处境有些危险 敌人实在太强大了 古族除了四个顶级强者外 还有十四个四品天行者 三品天行者更是多达数百人 如今邪道的七个四品天行者加入 同时还有正道这边的郑明空 也加入了进来 除了刚才被阿满一棒子阴死的家伙 依旧有二十一个四品天行者激战 谷阳和岳子峰两人已经开始遇险 两人分别迎战三个四品天行者 已经还是显向还生 这已经超过他们的极限了 目前只有郭燃依旧安全 因为身穿金色铠甲 双手握着金色大刀 立战三个四品天行者 时不时的身上部分铠甲掀开 无数的钢锥击射而出 让人防不胜防 那三个强者 就像是三头恶狼围着一头刺猬 明知道郭燃并不强大 可是就是下不了口 而且有时候 郭燃击射出的肥针 里面是有毒的 让他们大为恼火 可是偏偏无可奈何 他们的攻击 砍在郭燃的身上 那金色铠甲 竟然会吸收一部分他们的力量 再卸取一部分力量 一击下去 郭燃顶多承受三成力量 而且还会用他们的力量 还击他们 气得他们破口大骂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无耻的铠甲 更从未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人 如今没有四品天行者 冲击原住民的队伍 他们的安全就有了极大的保障 更何况原住民 有那么多驻台阶强者在 自保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唐婉儿的加入 一下子让已经倾斜的天平 又恢复了平衡 众人不再是一一敌三 而是聚拢在一起 把孟奇围在中间 一起抵挡那些强者 他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击杀这些人 而是要自保 这场战斗的主角并不是他们 而是另外一处战场 在那处战场上 龙尘凝力虚空 双目之中 闪动着射人的光芒 手中的血色长刀 指着眼前的人 姬长空 血忧 卡乌图 宇昌浩和其他三位顶级 是四品天行者 死死盯着龙尘 全部把气息调整到了极致 周身无尽的符纹流转 淡淡的波纹 令空间开始扭曲 杀 龙尘与七人全部怒吼一声 龙尘血色长刀斩出 一道凛列的刀器 将七人全部锁定 轰 一声暴响 龙尘被七人震退 显然龙尘的力量 不足以与七人抗衡 不过如此 一个古族顶尖强者冷笑 那人陡然间身影一晃 不知道使用了什么身法 竟然如同犹豫一般 直奔龙尘冲来 瞬间扑到龙尘径前 一把对住龙尘的喉咙抓去 这位古族强者 一只右手指甲如钢 布满了鳞片 每一个鳞片之上 都有符纹流转 符纹之中 竟然有鲜血在流动 一爪击出 天地颤动 恐怖的威压 铺天盖地而来 光屏气息 都可崩碎高山 威猛绝伦 小心 邪忧 鸡肠空和卡乌图 都脸色大变 因为他们想到了一件 十分不好的事情 凯天第二是 龙尘冷喝一声 手中长刀高高举起 对住迎面而来的 古族强者 一刀斩落 当那古族强者 看到龙尘脸上浮现的冷笑 和血忧等人的惊呼时 就感觉到不妙 可是如今是骑虎南下 眼见龙尘一刀斩落 一股恐怖的死亡威胁 充斥心头 本能的撤回几乎要触碰到龙尘的手 双臂之上鳞片流转 硬挡龙尘的一击 同时脚向前一探 取龙尘的下阴 战术极为高明 他认为挡住龙尘的一击后 龙尘必然会被他一脚踢中要害 那将会招来他狂风暴雨一般的袭杀 直至败亡 扑 算盘打得很好 或许是他对于自己的防御太过自负了 结果当血影斩在他的双臂上时 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 令他的双臂瞬间爆碎开来 要知道 这一击可是龙尘催动血影的能力 吸收了七人钢材部分的力量 虽然只是部分力量 但是那可是七个人合力 而且再加上龙尘自己的力量 会大到吓人 这是血影全面觉醒后 展现出极为变态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最变态的地方 是跟术法不同 很难让人察觉 而且吸收了力量 再发出攻击 力量都是存储在血影的体内 外人是无法察觉的出一样的 用来因人一应一个准 爆碎的不光是那古族强者的手臂 手臂爆碎后 然后是头颅 然后是躯体 整个人被一刀斩碎 远处观战的原住民们 看得清清楚楚 之前龙尘被七人击退 他们还吓了一跳 为龙尘捏了一把汗 可是转眼间 龙尘就将一个绝世强者给杀了 这实在太突然了 老大 帅气 继续 还有六个 再出六刀就完活了 固然力战三的四品天行者 依旧有时间高叫 不过因为分心 背后挨了一击 虽然有黄金战甲抵挡 抵消了大部分力道 可所以就震得他气血翻涌 不敢大意 继续与三人奋战 之前阿满一击将一个四品天行者击杀 已经震撼了全场 如今龙尘以一己之力 力战七人 刚刚一个照面 就强调了一个顶级强者 这已经不能算是震撼 那是一种震撼了 龙尘你别得意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羽族的真正力量 与昌昊第一个站出来 身后的羽翼一展 无数的符纹流转 同时周身的血气弥漫 无尽的威压爆发 身后竟然多出了巨大的虚影 那是巨大的鸟 因为太过巨大 而且又是虚影 看不清那是什么鸟 但是那个虚影一出现 与昌昊的气息 如同火山一般喷发而出 如同大海一般浩瀚 与昌昊一生冷喝 手中多出了一把金色长弓 让人惊骇的是 他的长弓 竟然一弹 神息爆开 无尽的羽剑 闪动耀眼的光芒 对住龙尘射来 手下败将 也敢言勇 龙尘无惧 手中血影一阵 化作漫天血色刀影 对住漫天的羽剑斩去 当当当 那些羽剑刺破虚空 洞穿天雨 可是在血影面前 纷纷被崩碎 如今龙尘陵园浩瀚如海 终于可以攻击血影挥霍 那些恐怖的羽剑 却伤害不到龙尘 邪魔困天 血忧忽然竖眼睁开 无尽的符号在 毛子内流转 一道光芒射出 将龙尘笼笼罩 这个世界陡然间凝固了 第918章刺杀 血忧的邪魔光芒 将龙尘罩住 一股奇异的能量 瞬间将龙尘锁定 其他人大喜 想也不想就对住龙尘杀去 要知道血忧的天生邪魔 有着神奇的力量 尤其是空间封印之力 更是恐怖 虽然时间短暂 但是一旦抓住这个机会 就可以轻易将强敌击杀 众人来不及酝酿打造 纷纷以最快的速度 发动攻击 就算不是大招 众人同时出手 也可将龙尘一瞬间击杀 没人可以挡住他们的合击 神环线 陡然间一声冷斥 如天神开声 震动天雨 轰 一声暴响 直到千丈神环浮现 四色神环流转 天地颤动 万古轰鸣 原本笼罩在龙尘身上的邪魔之光 瞬间崩碎 同时一股恐怖的气浪 直接将扑到龙尘身边 准备出手的众人给震飞 神环激荡 撑开了天穷 龙尘凝立在虚空之中 在神环的加持下 无尽的力量在体内流转 恐怖的威压 不停冲刷住天地 如浪涛席卷九天 血忧的邪魔之光被打断 树眼一阵刺痛 一滴鲜血缓缓延住 眉心流下 龙尘的神环 竟然震伤了他的邪魔 嗡 龙尘忽然身影一动 若闪电一般迅疾 直奔一个古族顶级强者杀来 那人距离龙尘最近 龙尘刚动 那人顿时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庞扶被一头狂怒的狮子 给盯上了 周围的同伴 无法给他一丝安全感 那古族顶级强者 忽然一咬牙 一声嘀吼 浑身血气爆发 只见他周身的符文 都被染成了血色 在身后形成了一个古怪的图案 那个图案刚一形成 那人的气息 庞扶火山喷发了一半 轰 龙尘一刀斩落 与那古族顶级强者的兵器 击撞在一起 虽然是在虚空之上 可是一股威压 四散开来 大地崩碎 下方不少人 被活活给震死了 那个古族顶级强者 在龙尘一击之下 被狠狠砸在地上 把大地砸出了一个深坑 可是让龙尘震惊的是 那个人居然只是喷出了一口鲜血 要知道龙尘此时 可是召唤出了神环 那人竟然接住了 龙尘震惊 其他人更加的震惊 因为那个古族顶级强者 可是激发了灵血之威 换来了超强的战力 可是依旧挡不住龙尘的一刀 血尤等人 终于认清了形势 龙尘的强大 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一开始 大家都想着保留力量 等击杀龙之后 作为争夺其他战争福利的筹码 其中就包括分配战利品 可是如今那个古族顶级强者 在激活了灵血加持下 依旧接不下龙尘的一刀 终于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在耍小聪明 很有可能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谁在保留 战后群起而攻 血尤冷喝一声 第一个带头激活了灵血 所谓的灵血 就是他们的先祖血脉祝福 那是一种极为神奇而又宝贵的力量 他们之所以都能成为 四品天行者中顶级的存在 那就是因为他们血脉之中灵血的浓郁程度 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所以那些四品天行者甘愿被他们压制 所有人全部都激活了灵血之力 无尽的能量在他们体内轰鸣流走 宛若奔雷 周身的符纹都被染成了血色 血色的符纹激荡 天地之间一种无形的能量 在向他们汇聚 与他们体内的轰鸣之声共鸣 沙 血忧一剑对龙尘斩来 这一剑斩出 竟然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加持 符文激荡 神音隆隆 声势恐怖至极 轰 龙尘一刀隔挡 手臂一热 整个人被震退了数步 灵血加持 果然恐怖 即使神环加持下 依旧被震退 不过在力量上 即使有灵血加持 血忧依旧感觉龙尘的力量太恐怖了 一剑过后 人道飞出十几杖 才能稳住身形 轰轰轰 鸡肠空 与昌浩 卡乌图等一众顶级强者 在血忧的带头下 纷纷爆发权力 六个强者全力出击 战立今天 只见虚空之上 龙尘长刀破空 刚锋激荡 以一人之力 击战六个顶级强者 虚空 因为他们的攻击而不停地颤抖 此时战场大致分为三处 龙尘的战场在正中心 外围则是孟奇等人 激战一众四品天行者的地方 还有一处战场 则已经偏离了主战场 但是他们的人数最多 他们是邪道 正道和古族的强者们 在接受原住民和三头地形龙 一头赤木圣血黄的攻击 四头魔兽极为强悍 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不少强者被他们给拖住了 让原住民们逐渐占了上风 正邪两刀的强者 加上古族强者 共有六七万强者 但是因为孟奇和孟然的超级大招 一下子灭杀了不少 再经过魔兽的肆虐 如今只有五万多人了 其中一部分人战死了 而还有一部分人 见风使多地逃了 当然逃跑的人 都是正道的人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修为太弱 一品天行者 在这样的战争里 跟炮灰没什么区别 一个战斗余波 就能让他们挂上好几次 之前他们以为 跟住机长空 只要摇旗呐喊 就可以得到机长空的友谊 从而攀上高枝 可是如今事情急转直下 越来越不受控制 龙臣即使面对正邪两道 和古族顶尖强者的围攻 依旧稳稳支撑 恐怖的战力 让他们胆汗 他们甚至有些后悔了 他们高估了机长空 这个情感投资 有些太武断了 如今他们打算撤资了 再不撤 他们的命都要搭进去了 正道的强者 原本有三万多 死了一部分 悄悄逃了一大部分 留下来的人 已经不足一万了 而且这些人 都是在划水 出攻不出力 声势弄得挺大 但是为了保持安全距离 都是远距离攻击 而且那种攻击力 是跟脑痒痒差不多的那种 因为他们怕万一打痛了对手 万一拉了仇恨值 怕一击把他们给灭了 反倒是邪道和古族的强者们 都是真刀真枪的拼 汉不畏死 而正道的强者们 则非常专业的在划水 是一群真正的水军 原住民与正邪两道 以及古族的强者们激战 一边战力强 一边人数多 双方各有优势 呈现交注状态 但是总体优势已经向原住民这边倾斜 唐婉儿等人将孟奇围住 将他守护在中间 孟奇催动阵魂塔 帮大家防御 同时不时地激活宝气攻击 孟奇身上的宝气最多 手镯 戒指 耳环 甚至连鞋子都是宝气 而且都是充能型宝气 可以激活宝气 释放以前存储在宝气内的能量 不需要消耗自己的灵源 充能型宝气最为强大的地方 就是顺发 因为所有人之中 只有孟奇不是近战型强者 为了孟奇能够拥有自保能力 龙晨可以说为孟奇花的心思最多 他身上有十几件充能型宝气 是所有人之中最为富有的存在 一方面是孟奇需要 另一方面是因为孟奇那浩瀚如海的魂力 才能精妙地掌控这么多的宝气 别人根本做不到 孟奇 唐婉儿 古阳 月子峰四人配合 攻守兼备 那些四品天行者被挡住 他们同时还需要以灵魂之力 支撑魂气开启 防止孟奇一次灵魂攻击 就将他们秒杀 这就是魂修的可怕 如果没有魂气护体 再强大的人 都有可能被一击秒杀 可不是所有强者 都有强大的灵魂之力的 他们既要攻击 又要时刻准备住用魂气保护自己 无法放手一战 双方也呈现交注状态 另外一边的战场上 果然手持双刀 激战三个四品天行者 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 攻击果然的强者们 都要吐血了 果然的铠甲实在太缺德了 打了半天后 他们终于发现 果然的铠甲开裂了 这让他们狂喜不止 可是经过无数努力 终于崩碎了铠甲之后 他们差点没气疯了 因为那只不过是铠甲的一层皮而已 这一层皮崩碎之后 露出了里面新的铠甲 这个发现 差点没让他们吐血而亡 你们能不能行了 老子的铠甲有十八层吗 你们这么下去 到明年也休想看到老子那动人的洞 提啊 果然有些不满的道 噗 我草你马 你太无耻了 一个邪道强者 发出声嘶力竭的怒吼 硬是被郭燃气得一口老血喷出来 差点没昏死过去 可是他们又不敢不管郭燃 他们只能耗住 万一郭燃冲入人群之中 凭他那层出不穷的手段 那杀伤力太吓人了 他们杀不了郭燃 也要拖住他 郭燃这边被拖住 而阿满这边却显向还生 当然显向还生的不是阿满 而是那九个强者 之前有个家伙 因为大意一点 结果被阿满一棒子砸碎了半边身子 差点被一棒子敲死 阿满的攻击对他们来说 太可怕了 精妙万端 去留无痕 没有任何预兆 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味道 让人无法判断落点 实际上阿满就是瞎杂 他哪里懂得什么招数 龙晨当初不服气 用了整整一个月 交了阿满一招 结果阿满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还给龙晨了 从此龙晨打死也不再交阿满东西了 论整个战场上最为激烈的 便是在战场的核心区域 方圆万里的荒漠 被打沉了 龙晨在虚空中 长刀飞舞 激战群雄 刚风浩荡 激烈一场 就在整个战场 陷入一种奇妙的平衡时 孟奇忽然感到空间有益 陡然间一把又细又长 近乎完全通明的长剑 从虚空中悄悄探出 刺向孟奇的软肋 第九百一十九章 火力全开 乃是一个死角 必无可避 孟奇皆小心 唐婉儿忽然一声惊叫 因为她是风属性强者 对于周围的空间波动 有着更加敏锐的感应 因为水无常事 风无定势 风之所过 但有阻碍 要么被风摧毁 要么被改变方向 故而唐婉儿一下子发现了一场 可还是晚了一步 那把透明的长剑 被一只瘦长的手握住 意见穿过了孟奇的身体 孟奇姐唐婉儿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 呼 可是忽然唐婉儿就发现不对了 因为那把透明的长剑 穿过了孟奇的身体 孟奇并没有流血 更没有任何的表情 然后整人就那么消失了 虚影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子缓缓从虚空之中浮现 双目之中带着一丝惊讶 爆 此时已经在数百丈之外的孟奇 忽然御手结印 陡然间在孟奇所在的地方 一个透明的圆球一下子爆碎 漫天使金色粉末急速扩散开来 直接因为速度太快 那个男子一瞬间被金色的粉末吞噬 但是那金色的粉末 不过是普通的金色粉末 并没有任何攻击力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血沙殿第一杀手 黄军末 实际上他一直隐身于战场 从龙晨进入蛟龙山的时候 就盯住了龙晨 但是他一直隐忍 不曾出手 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对龙晨出手的好机会 而龙晨在进入蛟龙山的时候 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具体哪里不对劲 又说不出来 感觉被强者盯住了 可是又感应不到强者的位置 这让龙晨心中产生了警醒 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能让龙晨感应不到的存在 恐怕只有黄军末这种局势杀手了 只有他那强大的隐稀之术 可以避过龙晨的感应 所以龙晨来这里的途中 就暗中交代孟奇 让他开启了一件护身宝器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宝器 就是遭受到近身攻击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被传送出百战开外 本来这种宝器实在是一种鸡肋 但是对孟奇来说却是宝贝 孟奇不遇人近战 这种宝物可以说是为孟奇量身定制的 虽然用过一次就需要继续充能 才能用下一次 但是已经足够了 孟奇的宝物第一时间发动了传送 而孟奇也引爆了龙晨给他的金珠 那颗珠子有着强烈的气味和光亮 一旦沾染 短时间内别想去掉 这样就等于破掉了黄君墨的隐稀之术 黄君墨的脸色一变 因为那粉末之上 带着强烈的气味和光泽 让他一瞬间明白了一些东西 龙晨所料没错 黄君墨要么找机会刺杀他 要么就会刺杀他身边最重要的人 这让龙晨陷入疯狂 想要刺杀龙晨 按照杀手的习惯 如果不是有一击必杀的好机会 是不会出手的 就算龙晨要诱惑黄君墨出手 以黄君墨那无比丰富的刺杀经验 很难上当 反而会暴露龙晨已经察觉到了他 从而打草惊蛇 所以龙晨不会故意诱他出手 这样的成功率太低 而想要激怒一个男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的女人下手 而不是挑选其他几个老爷们 这一点龙晨绝对相信 黄君墨一定会从唐婉儿和孟琪两个人中间 挑选一个合适的人下手 而唐婉儿是风属性强者 战斗之时 周围空间无尽的风元素波动 对于周围空间有着无比清晰的认知 黄君墨很难有靠近唐婉儿的机会 而孟琪身为魂修 虽然灵魂之力强大 洞悉之术强大 但是在权力硬敌的时候 龙晨一声断鹤 双目之中星辰涌动 体内轰鸣作响 宛若蛮龙复苏 一股恐怖的气浪升腾而起 直冲云霄 恐怖的威压 令天地变色 星辰摇曳 轰 一声暴响 血游等人一瞬间被那恐怖的气浪 直接震飞 不由的心中大害 龙晨竟然还有所保留 龙晨召唤出了四星战身 神环涌动 气势冲天 宛若战身转世 一步跨出 竟然穿过了空间的距离 直接出现在黄君墨的面前 一刀斩落 黄君墨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一次完美的刺杀 竟然被识破了 他竟然掉入了龙晨的算计之中 他现在再也无法隐身了 血煞大法 容天惠地 眼见龙晨一刀斩来 空间轰鸣暴响 天地都彭扶 要被龙晨一刀斩裂 黄君墨大喝一声 直接激活了灵血 并施展秘法 周身的符文流动 手中长剑对住龙晨斩来 轰 一声暴响 虚空竟然肉眼可见地 爆发出一道连衣 谷阳等人 虽然得到了梦奇的传音 早就开始向后倒退了 可是依旧被涟漪壮重 涟漪把连同围攻众人的 四品天行者们一起吞噬进来 众人都感觉 身体彭扶被山岳一般的大锤 狠狠砸了一记 全部都鲜血狂喷而出 只有梦奇和唐婉儿略微好一些 梦奇是因为先逃的 唐婉儿则是速度极快 拉开了距离 但是二人依旧被气浪先飞 轰 又是一声暴响 之前的涟漪是在空中 现在却是在地上 黄军末被龙臣一刀斩落 狠狠砸在大地上 大地彭扶被一颗星辰撞击 犯起了滔天巨浪 原本在附近战斗的人 全部被巨浪吞噬 这里是战场的核心附近 全是强者所在 果然比较聪明 眼见龙臣出手 激发出一道猛烈的气息喷射而出 极为突兀地冲上了云霄 那三个强者一呆之下 竟然失去了果然的身影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一道高达数千张的土浪 激射而来 三人一瞬间被土浪吞噬 要知道之前的气浪 不过是两个人撞击的一波 而此时的土浪之中 蕴含着龙臣无尽的力量 那股恐怖的力量 就连黄军末都承受不起 在砸入土中的时候 尽全力把那股力量释放出去 否则他的身体会被撑爆 结果那三个人倒霉了 不光是他们 跟阿蛮一起激战的强者们 也都跟住倒霉 众人如同巨浪中的蝼蚁 一瞬间被吞噬 土浪之中蕴含的力量 撞得他们骨断金蛇 同时数百道影子 一瞬间被镇成鸡粉 那些影子在土浪掀起之前 一直都是隐身的 可是当土浪掀起的时候 再也顾不得隐身 亡命飞奔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这些血沙殿的精英级杀手们 曾经另无数强者闻风丧胆 可是如今被这一击灭杀成炸 杀手最强大的刺杀之术 是将所有战力 都用于刺杀和逃走上 防御是他们最为鄙视的东西 否则就不会有一击不中 远遁千里的刺客信条了 所以 尽管他们有越阶刺杀的实力 但是防御力几乎为零 龙城这一击 直接将血沙殿的精英一击全灭 这消息如果传出去 估计整个世界都要震惊了 要知道血沙殿培养的弟子 都是十分严苛的 龙城这一击 可是抹杀了整个血沙殿一带青苗 老大好狠 越来越变态了 果然一个屁把自己绷上天 看出下面宛若灭视一般的场景 和狼狈飞出不停吐血的强者们 不由得 姬林林打了个了冷战 伸手欲去抹额头的汗水 却忘记自己戴着头盔 根本擦不到 眼间巨大的土浪急速扩散 那壮观震撼的场面 让郭然狠狠地吞了口口水 李奇 快 大地守护 宋明远眼间巨浪冲来 虽然他们距离龙城战斗的地方 起码有上万里之遥 可是依旧被波及 那恐怖的土浪如果冲来 恐怕有不少人要挺不住 轰 宋明远和李奇 合力撑起一道巨大的土锅盖 把自己这边的人 全部扣在里面 而外面的那些强者们都傻眼了 顾不得太多 亡命飞奔 那架势恨不得把第三条腿也用上 但是挣扎是无用的 依旧被土浪吞噬 巨大的涟漪 覆盖了方圆数万里之遥 万幸的是 距离战场核心够远 宋明远和李奇 虽然撑起了巨大的防御 因为面积太大 承受力就越大 万幸撑住了 当撤去防御 人们如同岩鼠一般 从泥土之中钻出 不经一脸的骇然之色 他们所在的地方 已经成了一个巨坑 彷復被一颗星辰砸过 这还是人应有的力量吗 原住民中一个铸台镜老族长 看中那个巨坑 不经难难地倒 威胁已除 大家全力一战 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怜悯 不是富人之人 我们需要的是敌人的鲜血 用他们愚蠢的生命 告慰亡魂龙尘宁力续空 高声怒吓 之前龙尘一直担心的 就是黄军末或黄军末所率领的杀手 他们会给龙穴军团和原住民强者们 带来极大的杀伤力 如今威胁已除 终于可以放手一战了 杀 原住民们想起那些惨死的族人 一个个杀意冲天 冲向那些刚刚爬出来的正邪 以及古族的强者 全力斩杀 伤痛会让人愤怒 会让人疯狂 也会让人变得勇敢和顽强 黄军末没有死 大家一起上 齐心合力 杀掉龙尘与昌浩发现 黄军末的气息仍在 如今必须集合所有力量 才能击杀龙尘 眼见龙尘就要发出第二击 所有人全部集中力量 对龙尘杀来 今天就彻底做个了断吧 龙尘仅仅抓住了血影 双目之中战意滔天 是该了结所有恩怨的时候了